厄瓜多毒品泛濫不是新聞 但是現在歹徒竟然囂張到利用消防車來 運毒 包括涉案警察在內 已經有二十三個人被捕 另外紐西蘭一間慈善機構 分發的糖果被驗出可能致命 俗稱為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 至少有四百人收到這樣的毒糖果 目前已經有三個人送醫治療 照片中包裝鮮豔的糖果 看起來相當吸引人 不過紐西蘭一位孩童和一位青少年 吃了立刻吐了出來 另一位大人吃了覺得身體不適 三人都被送醫治療 有關單位測試後 赫然發現糖果有毒 法院單位表示 問題糖果一顆就含有三公克 俗稱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 是一般稀釋者食用劑量的三百倍 這種毒品一旦吃過量 會導致胸痛 心跳加速 癲癲發作 精神錯亂和意識喪失 三公克則足以致命 更令人震驚的是 這款鳳梨糖果 竟是紐西蘭一家慈善機構 透過食物銀行發給民眾的食品 慈善機構對於無心之過深感抱歉 同時透露 這些糖果是一個匿名人士捐贈的 約有四百人收到了含有這款糖果的食物箱 目前已只有八個家庭受害 警方正積極追回這批毒糖果 而在南美毒兵轉運大國厄瓜多 警方則在西奈海岸的杜蘭市 查獲黑幫居然利用公務消防車來運毒 包括消防和交通部門都涉及官商勾結 已有23名嫌犯被捕 警方表示 杜蘭因為臨近厄瓜多主要港口城市瓜雅基爾 已動為毒品分銷轉運的據點 毒幫滲透消防單位 上個月有兩名消防員被殺害 稍早也有兩名消防員攻擊警方被捕 目前捷警雙方正權力加強當地的掃渡行動 故事新聞在昏迷別議